可是我的实力是最弱的 弱你就想办法提上来 每一段时间都会有考核历练 要是到时你还这么弱 那么不用别人动手 我就会先杀了你 鬼老目光一眯 脸上浮现一抹狠力 是 凤九硬了下来 心下却是毫无压力 他弱吗 来试试吧 他想要出手 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 雷霄和薛三等人 纷纷脸下眼眸 心下则在想 若不是九号动手杀了那些人 那些人估计每一个 都得承受着毒舌啃食之苦 他们动手了结了他们 倒是帮了他们一把 只不过 那九号到底是真的如他所说 还是其实是跟他们心中 所想的一样呢 压下心中的饲料 他们跟着其中一名飞仙修士 从地下密道通过 来到地牢处 一进里面 扑面的死亡气息 便朝他们扑过来 让他们原本有些放松的心 再度提了起来 这里面是关押着的 都是准备处死的人 今天第一天 给你们的任务便是 杀了里面的那些人 飞仙修士冷着声音 打开最后一道石门 让他们众人进去 那 我们没兵器吗 其中一人忍不住问 飞仙修士 瞥了那人一眼 过了这一关 才有资格挑选兵器 众人只能往前走 直到他们进了里面 身后的石门 轰隆一声关注 原本明朗的视线 在这一刻变得昏暗 只有墙壁上的一些照明的 透出细弱的光线来 等凤九他们到了里面 才发现这地牢之大 犹如上面的广场 而且 这一路走来 却一个人也没遇到 明明说这里面 有犯了错等死的魔羞 如今却是半个人影也没有 众人不由警惕起来 在行走时 也是两人一对 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突然 一抹衣着破烂的身影 窜了出来 也就在下一刻 几十名衣着破烂 如同半裸着身体的身影 再度窜出 猛地扑向凤九众人 拳头相击的声音 掌风划过的声音 生生在这地牢中响起 我好感官就在这地牢中响起来 我可以在这地牢中响起来 谢谢观看